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哲学的是来自中研院人事中心的陈宇仲 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OK 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的民主 那一种是古代的民主 重视决策 那一种是现代的民主 在意的是那个法治 但是现代民主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吧 就是基本上就是叫做人民意志的展现 不是吗 怎么会只有法治这一边呢 对 好 就是其实人民意志的展现这件事情 其实跟古代民主的版本是比较相似的嘛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政治决策 重点还是在那个政治决策 对不对 我的声音 我说话了 这个声音应该要被听到 OK 那这梦怎么算是有点古代的回音吗 这个样子 这样说吗 我喜欢你回音的讲法 对 那其实 其实我们如果就是回到上一集谈的 其实有一个民主制度 现代的民主制度 当初在酝酿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 它是重要的 它重要的意义是在于 人民的意志表达出来的情况 是在于 我发现 目前行使的民主的方式 即使它是一个 保障人民权利 不会被侵犯的制度 但在这个制度里面 还是有很多人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 那人民的意志会不会出来发生 其实是会的 我们在历史上看过很多例子嘛 所以 再稍稍回到上一集 我们提到的一个小小的区分 就是现代民主也许不是一个 最好的政治制度的意思是 换句话说就是 它不是最好的 所以它永远都可以更好 它有一个不断要进步的空间 那 人民的意志发生来说 我有权利不被 我有权利其实已经被侵犯了 我有权利从来没有被重视过 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是 民主在进步 可以往前一步再更进步 现代民主可以在进步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看到 女人的投票权 女人怎么可以没有投票权 女人怎么可以没有堕胎权 同性伴侣 怎么可以没有结婚的权利 等等 在这些时候 人民的意志是会出现的 那 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上一次都没有讲过民粹嘛 对不对 在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民主好 现代民主好像又不是跟 人民的权 人民自己发生 人民自己做决定的那个模式 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 他加了一个保险锁嘛 类似这个样子好了 他加了一个保险锁 你要做任何决定都可以 你不可以去侵犯到 所有人最基本的权利 那换句话说就是 当有人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呢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 我有一些权利 我应该要有 当我发现从来没有真的被弱势跟重视的时候 譬如说堕胎权的时候 那这时候会不会可以出来发生 那就可以出来发生 那民主也的确会应该要去 接受这个声音 所以就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什么情况下 这样的民主 或者说 我帮他讲简单一点 就是 如果单纯诉诸民意 有多数人的共同声音 然后我们称为这叫人民的声音 如果我们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 很多我们 在历史上被当作是进步的 各种的法案或政策 可能永远都不会过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 即便在20世纪的时候 美国的民权运动 对不对 如果单纯诉诸民意 我说我们来公投 让大家表决 黑人的平权运动 可能也会受挫 就是说 如果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 他们不一定会照顾到 少数人的基本的权利 所以某种程度上 因为你把民主跟法治 以及基本权利 做了一个连结 所以呢 它就不等于 叫做多数人的声音 而多数人的声音 不一定永远都是进步的 所以 换句话说 民主不是为了要反应 或者要去落实 多数人的声音这件事情 而是有别的 对不对 有一些基本的权利 应该被落实 对 它其实比较重视在 落实基本权利 那重点在这里就是 我们刚才我们很容易想象的民主 是多数人的声音 其实我们所谓人民的声音 就是多数人的声音 因为不可能有全部的声音都一样 但现代民族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所有人的权利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那刚才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譬如说黑人民权运动 我们要注意的是 以当时的民族制度来说 的确那个民族制度 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可是它其实没有做到 黑人的权利没有被顾及到 当时那妇女的权利也没有被顾及到 而且不止黑人啊 其上移工移民的权利也没有被顾及到 所以它并不是真的顾及到所有人的权利 所以当今天有一群人出来说 你没有顾及到所有人的权利的时候 但问题是 那个制度 其实是一个多数人的决定的制度 对不对 那当时的多数人其实 如果黑人没有投票权 然后我们诉诸的 我们把这件事情诉诸投票的方式 就会发生一些很好玩的现象 我要权利 我觉得我需要有这个权利 可是我没有投票权啊 但其他人觉得我不应该有这个权利 他没有投票权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民主其实真的不太是 精神上 原则上真的不太是说 多数人的决定或怎么样 它重要的是所有人的权利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已经是 民主的本质 以及真正的民主精神是什么 然后作为一个制度的时候 它的核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特别刚刚宇宙讲到 非常重要就是 如果有某一群人 他们的权益 没有被照顾到 而他们本身没有投票权 那么 这一个民主制度 就等于是会永远的不断的 继续压迫他们 所以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 就是把民主想成是多数诀的时候 那么永远的少数 几乎是永远的弱势 以及永远被抛弃的那一个族群 所以我们反而应该要提醒的是 就是说民主不是多数诀而已 它也不是单纯的投票而已 OK 那它是法治 所以 所以你认为大部分的人对民族 理解错误了吗 嗨 这样很像那个对不对 就是我今天是绝对少数 我就跟大家说 要顾及到绝对少数的生意 对 但其实有点 我觉得像讲 这应该是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其实大家会重视这件事情 但渐渐的渐渐的 我们的民族好像又回去到 多数诀 回去到最好的决策是什么 那所以 一个很好玩的玩笑 刚刚叶老师也说 就是这个想法 其实譬如说英国 譬如说美国 的习惯都是这个想法 他们的民族是要往 在这个原则上讲 为什么选出川普 为什么他们做出托欧 为什么选出Boris Johnson 等等 那为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状态就在这 其实大家其实有点 我觉得我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忘记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也许有一些 原因是因为 法治这个东西 其实有它的技术门槛 就是 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去看 是谁在严谨的谈法治 很多时候是法律学者 那 这个东西 我们会需要有一些场合 把它 提醒大家 包括提醒自己 说 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重点是在 透过法治来落实 我们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我可以再进一步稍微 挑衅一点的问 那如果我们用公投的方式去 否决掉某些族群 少数族群的基本权利呢 那你觉得这个就不是民主 对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 违背了现代 现代民主 或宪政民主好了 它其实应该叫宪政民主 因为权利是被宪法明确描述出来的 那对 他梦想那就是违背宪政民主的一些价值嘛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好玩的例子 譬如说 我们自己的例子嘛 公投结束后 其实是联合国那边有人出来说 你怎么可以把人权的事情诉许公投呢 这件事情是 宪政民主应该有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以我们的 我的例子好了 以我的例子去包装它的话 就会是 现代的民主 宪政民主 应该是要保障所有基本权利的 这是它最根本的原则 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原则诉诸于一个形式 或者诉诸于一个决策的过程 来让它有机会被否决呢 这是一个自杀的过程嘛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在谈宪政民主跟民粹的关系的时候 有一个很tricky的问题就是 宪政民主可以自杀吗 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否决掉我们的民主 对 那人家会说我有反对自由的自由啊 我用最民主的方法否定了我的民主 这到底有什么错 对 这个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就是记得到现在 现代现在民主最重要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有 我不想要这些基本权利 我觉得我活着要有这些基本权利 好累啊 就是今天有个人叫我干嘛 我就干嘛吧 叫我七天起床 我就七天起床 十天起床 我就十天起床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生活也是安安稳稳地过一生 那这样不好吗 那我又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 在现代新政民主底下 我会说其实现代新政民主底下 基本上会觉得 你要做这件事情就做吧 可是当我今天说 我要我这个制度都不要的时候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的是 所有人都应该没有 这些基本权利 所有人都应该没有保障这些基本权利 政治制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一个现代新政民主的情况下 只要有一个人 哪怕只是一个人 他觉得 这些基本权利对我是重要的啊 那现在现在没有这个政治制度 就会在机制上 在规范上说 你没有人有权利去剥夺掉他这个 这个人的权利 因为这是这个民主制度 这个是现在运行的制度要保障的 OK 所以根据宇宙他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法制的话 那么我们照理说我们不应该把可能违反基本人权的任何的事项诉诸公投 所以反过来说就是东投必须是对于某些议题是有所限制的 这个才是叫做真的民主 OK 我先把这个问题丢还给他 然后我们需要中间我们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头过来 我们来听宇宙他怎么回应 欢迎回到民主台湾学堂哲学堂前前的节目 刚刚宇宙告诉我们说 有些公投的议题不应该 他如果本身会违反了少数族群的利益或特定人的利益的话 他就不应该诉出公投 因为人民意志的展现这件事情并不是民主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会不会怪怪 这听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那应该是说它是民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代民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像上一个阶段说的就是 它很重要有好几个意义 它可以有一个意义是权力被侵犯的时候 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那甚至它可以是 它未必是某种权力 但它会发现人民非常重视什么事情的时候 它的确是可以透过这机制来告诉我们的政府 告诉政治决策的人来说 人民重视什么 这些也许某种程度上跟基本权力有关 某种程度上跟基本权力无关 或间接的有关 它都可以用这个形式来表达 它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无论如何 不管今天是人民的权力发生也好 或者是政府的形式外交特权也好 任何形式的政治决策在被决定的时候 都不应该侵犯到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 所以那个保险不是真的只是针对人民而已 那个保险是针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决策 那民主的政治决策其实也不是只有 人民意志展现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当 因为你一直没有界定什么叫基本权力嘛 对 所以如果说那个基本权力 我们如果设限在政治参与而已 那既然所有的人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力了 那这一件事情已经得到满足了 那么剩下所有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就是用多数诀啦 不是吗 对其实这件 这是提醒我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到 好 我们再稍稍拉回来 拉回到18世纪好了 他们那时候怎么想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是在说就是人身为人就有自然的权力 我们有生命权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权 我拿到什么那个东西 唯我使用的时候就应该是我的 那一个政治制度要保障这些生存权力的时候 他就会加了一个权力 他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要把这些自然权力变成一种政治权力 所以这个政治制度实际上去保障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譬如说几乎所有宪法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都有所谓的bills of right 权力法案 或是规矩 明确的说公民有什么什么什么权力 那为什么民主是一个最能够确实这个政治权力的制度呢 所以他在这些自然权力转化成政治权力以外 又加了一个政治权力 就是所谓的政治参与权 就是我们说的 为什么这样的制度要真的落实 它必然是一个民主制度 因为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时候 影响到我的基本权力的时候 我都应该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的时候 这就是政治参与权 那民主加了这个政治参与权 所以不是说 你有政治参与权了 那我其他都可以丢掉吗 其实是有点把最原本的那个东西丢掉了 对不对 那以现在宪政民主的这个原则来说 那它就是一个在朝降自杀的过程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OK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当时怎么样提出人民的声音很重要这件事情 其实那原本算是一种口号或一种理念 是为了要对抗皇室 或者是有皇帝或皇权的那样子的社会 所以在有皇帝的时代底下 我们呼吁说人民的声音最重要 那这个时候那当然就是因为人民是长期 可能他的基本权力都没有受到足够的照顾 但是呢当我们全部都只是人民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继续去喊说人民的声音最重要 其实只转化为多数诀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麻烦 而且它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偏好的对决而已 所以它就会产生了有某一些的危险 其实我们终于要谈到民粹了 OK 对我们 民粹其实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诉诸 就是说一堆人民或者是最大部分 最大多数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的偏好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诉诸人数会变成是人民之间的矛盾 某一种可能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某种程度上的确是 就是民粹其实可以有好几种方式 我们刚刚提过一种 比较争取权力的民粹 对 那我们现在 那个时候其实是好的 对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好的民粹 譬如说之前在欧洲到现在都还在欧洲非常热潮的时候 Extinction Rebellion 就是他们认为 继续活在这个地球是我们16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 可是决定要继续污染这个地球的都是16岁以上 尤其是五四五十岁的那些政治人物还有商人 这已经带尖正义的问题了 对那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做了这个Apple 那这个Apple的确让一些政治人物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那是不是一个好的民粹 那问题就在这里就是 现代民粹跟民粹的冲突在哪里 民粹在什么时候可以跟民粹说很明显的就不应该发生呢 其实我们刚刚也某种程度上绕到这里来过了对不对 就是说当这些运动 当所谓的民粹 是要去取消某些人的权利的时候 那它就不应该发生 它就是违反现代民粹的原则 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完全同意 就是你刚刚说的 我们都只注重在多数据 我们其实就是落得回到一种民粹的对决 那我们其实在现代有看到这个现象 对不对 现在美国的政治其实就是这个现象 站在川普队里面的是Bernic Saunders 那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脱欧队里面的 也是民粹他们不断地在伦敦街头有情说 我们应该要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而且在这个环境底下 这样最不可能当上一个英国政党领袖的人 Jerami Corbin当上了一个工党领袖 然后当了比已经第三个保守党领袖了 对不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们如果只专注在多数据 就会忘记了民主真正重要的是权利 我们的确会容易留于现在看到的民粹之间的对决 preference之间的对决 那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了 那就是如果说英国他们原本是在这样一个 宪政体制底下 然后理解民主而且运作着民主 但那怎么会走到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民粹的现象呢 而且你说人们忘记了 某种程度忘记了 所以民主制度的落实 本身会很容易让人民忘了它的基本的核心要义吗 我其实坐在这里一直很担心说什么球会过来 然后对像这个就让我有点如作尊专有没有 好我觉得一方面是一方面也不是 但是那是的原因是我们其实有 这个民主其实过去仰害一个东西叫公民教育 所以我们 我必须坦白说 比如说以前的公民课我们都会觉得 天啊这大家在叫什么名有名字名想 这是什么东西这样 对但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是公民教育 因为它必须要透过一个教育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权利 拥有这些权利是重要的 这个制度是要保障这个权利 问题是某种意义上当这些东西已经变成 它太习惯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进入到所谓 我们太习惯它了 然后就发现这东西好像 在我们有它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觉得这个东西有 我们有它这样 有点像是该怎么形容 差不多空气跟水 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的重要是吧 对只有在它真的不见的时候 其实也许用米尔的话 小米尔的话可以理解 他觉得说活的真理跟死的教条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都在民主制度底下 可是走过威权争取民主的人 他们会知道民主的可贵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活在民主体制底下的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 然后觉得他们就 因为目标已经不再争民主了 所以他们要争的是别的东西 可能是生计啦 经济啦 等等其他的面向 所以反而会忘记了民主真正的精神或它可贵的地方 也许连英国人老牌的民主国家 他们也都面临了这一个 就是忘了民主的那些可贵精神的重要性 OK 所以民主 如果我们这样子理解的话 民主运作的本身都一直潜藏着一个 有某一种会自我 不是说瓦解或抵消掉 而是因为过得太好了 所以他们一定有某种程度 很容易会忘了民主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某种程度上是 所以也许最好的方式 除了透过公民交易以外 就是 我偶尔选出个坏人这样有用吗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之前看上上周吧 或几个月 几个 将近一个月前的例子 就是川普在一个肇事运动里面的时候 因为川普不断地在攻击一位 非白种人的国会议员 他其实是移民第三代 不断在攻击他说他不是美国人 结果在那个造会场合上 所有下面的群众不断地大喊 把他送回他的国家去 这很可怕 美国的理工人也发现这很可怕 可怕到连川普本人都出来说 我不支持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们都会以为川普是一个 我们都觉得川普是一个bullying 但当一个bullying自己出来说 这不可以 这不可以发生 也许他不是真心的 也许他是因为理论压力也许怎么样 但他必须出来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现 对 某种程度上我们好像需要一些提醒说 没有这些东西会有多可怕 我们某种程度上 我们必须要感谢川普这一队的人 因为他们的存在 所以提醒了我们 民主最根本的核心的要义是什么 那也许我们够幸运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一个反面教材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国家的民主失败 来理解民主还有多少的进步的空间的可能 那不管怎么样子 就是谢谢宇宙跟我们提醒了 民主其中一个理解的方式 其实就是法治的基本的维护跟落实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只能够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宇宙连续两个星期来跟我们谈 非常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周见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